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股市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债务泡沫的终结使得中国梦搁置了下来 供应紧缩帮助铜价逆势上涨 为基本金属艰难的一年提供了支撑 中国按预期为调整贷款基准利率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小波将接管公司的电子商务部门 日本的出口显示出欧盟需求放缓 但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 请大家收看 债务泡沫的终结使得中国梦搁置了下来 彭博社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正面临重大危机 政府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 旨在打造一个更具任性的住房市场 债务紧缩导致数十家开发商违约 项目未完成 引发了对抵押贷款的抵制 因此 如果房地产行业继续萎缩 到2026年 大约有500万工人可能面临失业或收入下降 债务紧缩也标志着投资者和银行家 繁荣的终结 他们曾从该行业获得丰厚的收益 然而 北京希望结束投机行为 打造一个更可持续的模式 重点是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和新技术 清理房地产风险的行动破坏了信心 让人们感到更加贫困 轩弱了促使消费者支出和投资新企业的努力 这场危机还将给国家的住房存量留下伤痕 未完成的建筑物空置 建筑商争分夺秒的完成项目 但质量可能不佳 因为资金已经用尽 尽管有复苏的迹象 但房地产市场仍然只完成了大约一半的调整 供应紧缩帮助同价逆势上涨 为基本金属艰难的一年提供了支撑 金融时报 由于供应中断和中国经济改善的迹象 同量预计将成为2023年 表现最佳的工业金属 根据蒙特利尔银行的数据 巴拿马一家重要矿山的关闭 以及英美资人公司对同产量预测的下调 导致明年全球供应预期减少了3% 交易商此前预计 2024年刚果民主共和国 秘鲁和智利的同矿供应将超过需求 但现在市场预计将保持仅平衡 中国按预期为调整贷款基准利率 日经亚洲 中国按照市场预期 将其基准贷款利率在每月定价中保持不变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保持在3.45% 五年期LPR保持在4.20% 中国大部分新贷款和存让贷款都是基于一年期LPR 然而市场观察人士仍然预计 北京方面在新的一年将进一步实施货币宽松政策 以支持中国经济的复苏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小波将接管公司的电子商务部门 日经亚洲 阿里巴巴集团在其核心业务面临日益激烈竞争的背景下 正在进行另一轮管理层重组 电子商务部门淘宝天猫商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戴珊珊已辞职 将由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兼云计算部门代理首席执行官吴卓希及任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蔡崇信在一封内部信中表示 此次重组旨在推动阿里巴巴核心商业业务的高效战略对其和重大资源投入 阿里巴巴面临来自国内竞争对手拼多多的压力 其云计算业务也在市场份额上输给了包括华为在内的竞争对手 日本的出口显示出欧盟需求放缓 但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 日经亚洲 根据日本财务省的初步数据 11月份日本出口同比下降了0.2% 这是连续三个月的首次下降 这一下降是由钢铁出口和芯片制造设备出货量下降所驱动的 然而汽车出口增长了16.3% 与此同时进口下降了11.9% 导致贸易逆差达到7760亿日元 由于中国需求疲软 受到COVID-19疫情缓慢复苏和房地产销售下滑的影响 抵消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强劲需求 对欧盟的出口连续33个月首次下降 而对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放缓 经济学家正在关注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 因为它可能抵消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下降 中国银行保持贷款利率不变 央行预计在2024年放松政策 彭博社 中国银行保持了基准贷款利率不变 此前央行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 这增强了市场对2024年初进一步货币宽松的预期 中国高层领导已经表示 他们将在明年继续实施支持性货币政策 经济学家预计这将转化为 适度降低政策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疲软的经济数据和持续存在的房地产危机 加剧了对国家意后复苏的更多支持的呼声 然而银行利润率的下降 被视为进一步降息的主要障碍 因为政策制定者旨在支持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 同时防止不良贷款激增 日本出口连续三个月首次下降 日经亚洲 由于中国需求疲软 日本11月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0.2% 这是连续三个月的首次下降 中国需求疲软 是由于该国从COVID-19疫情中缓慢复苏 以及房地产销售下滑所致 相比之下 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5.3% 连续26个月扩张 经济学家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 因为这可能对日本的出口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用自己的钱来玩 所以非常谨慎 中国是不可投资的还是无价的 南华早报 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多地撤资中国的业务 原因包括该国经济疲软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监管环境收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 然而 许多大型企业仍然看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回报 这要归功于其庞大的经济规模 成熟的产业生态系统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 尽管印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 但由于缺乏政府支持和无法增加债务等因素 它不太可能取代中国 尽管内领挑战 但一些行业如医疗保健 电动汽车和新能源 预计由于增加了创新而继续吸引外国投资 随着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物有所值的消费 外国企业也面临本土化压力 跨国公司需要重新调整他们的中国战略 以适应新的经营环境 尽管大型企业仍然将中国视为必胜之地 但由于在该国运营所带来的固有风险和巨大成本 较小的公司越来越发现中国不太具有吸引力 中国内部的PDD是对手争议的电商巨头 其背后有着特母和拼多多 日经亚洲 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PDD正在迅速扩张海外业务 其跨境电商平台特母在多个国家的免费应用下载榜上名列前茅 拼多多的市值超过了阿里巴巴 成为市值最高的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 然而 人们对特母烧钱的营销活动和公司无休止的工作文化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担忧 专家还指出 拼多多可能面临监管审查 特别是在美国 物流版Oberlevo进入司机短缺的日本市场 日经亚洲 总部位于香港的物流平台 Oberlevo将进居日本市场 因为该国面临着包裹递送人员短缺的问题 Oberlevo的日本办事处已开始在东京招募自由职业的持有货运驾驶执照的司机 并计划利用其全球品牌知名度吸引用户 预计将于4月生效的日本劳动法修订案将限制快递司机的加班时间为每年960小时 引发了由于卡车司机短缺而导致物流瓶颈的担忧 Oberlevo在繁忙时段提高了运费 只在减少货车在下一次取舰前的空载时间 暴风雨般的水域 红海袭击导致中欧集装箱运驾飙升 南华早报 由于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地区发动袭击 全球航运巨头将集装箱船只改到金豪旺角 导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运费飙升 包括CMACGM 马士基 地中海航运 中远和长龙海运在内的航运公司 已暂停通过埃及苏伊士运河的航线 选择金豪旺角的替代航线 将使亚洲北欧航线的西行航程增加约10天 并导致运费进一步上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着重大危机 政府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 旨在打造一个更具韧性的住房市场 这将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者和银行家带来影响 但北京希望通过清理风险 打造一个更可持续的模式 其次 由于供应紧缩和中国经济改善的迹象 同价预计将成为2023年表现最佳的工业金属 此外 中国按照市场预期将其基准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但预计在新的一年将进一步实施货币宽松政策 以支持经济复苏 此外 阿里巴巴正在进行管理层重组 并将接管公司的电子商务部门 此外 日本的出口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 但同时也显示出欧盟需求放缓的情况 最后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撤资越来越多 但许多大型企业仍然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 综合来看 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困境将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北京方面希望通过清理风险 打造一个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同价的上涨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改善 这将对全球工业金属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在经济复苏方面将继续实施货币宽松政策 以支持内需和新技术的发展 同时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撤资可能是暂时的 许多大型企业仍然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 这些新闻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的发展和变化 接下来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